台湾是一个多元宗教国家 信徒人数较多有佛教、道教、一贯道 其次是基督教、天主教及很多乡徒信仰如百妈祖 今天我们一起去参观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 万金圣母圣殿 万金圣母圣殿占地有526平方公尺 外观为灰白颜色的长方体建筑 西正面的左右两侧有突出的方形脚塔 南脚塔足有一座钟 悬挂1892年制作的古老大钟 中央山墙和翻墙三部分 上方墙面含有黑白皇冠及十字盾牌的土腾 此为当明会会灰 顶端树立十字架 中端有专教窗台 悬挂罗马教中墓灰 并喊相牵万金圣母圣殿字样 踏入圣殿 脚下的铺地红砖向前延伸 结晶的白色墙面搭配木头材质的窗林及长椅 形成沉稳而宁静的氛围 建筑的内部空间合分为中垫及两侧通廊 并以白色圆柱作为区隔 欧中垫末端为环形垫 左右侧通廊的尽头分别设有圣体棺及圣道明的画像 中央融合中西造型元素之圣肝 空风十胎无染圆罪圣母圣像 前方设置木雕基督虎像 两旁则有四组描绘福音画作者的彩绘玻璃 使教堂成为神圣而庄严的宗教场域 晚间圣母圣殿自建堂以来 每年十二月的第二个周日 都会举行圣母绕境游行的活动 圣母像放置在重达三百公斤木造神教中 绕境赤山村、晚间村等地 2012年以天主教万间圣母游行名称 被列为平东县民俗及有关文物 今年于十二月五日 隆重举行万军堂区宣教 160年各个不同堂区的交友都聚集在一起 参与这盛大的礼仪